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首先呢 我现在是刚刚洗完澡 所以说我要先擦一些护肤品 就是除了早餐的冲净品 这款呢是Fresh the Rose 那我用它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喷头 最后呢 我们会擦 Diodinary的一款 透明去酸的一款精华 然后它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在沉浸嘛 就是在上妆之前 第一点这些精华 就会让你的妆更加的附提 好 之后我会擦一下 Diodinary的另一款 咖啡因的眼部精华 这个呢就是可以让 你的眼睛啊 什么的比较消肿 我有时候会习惯把手搓热了 然后护在我的眼睛上 这样子 让它吸收的会更好 好 接下来我会用这款 Antipose的一款牛油果的眼部精华 眼霜吧 不是眼部精华 呃 这样的道理了 还是要把手搓热 然后就这样捂在我的眼上 之后我会擦日霜 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Philosophy的Hope Jar 这款日霜还是感觉非常清爽的 它就是在小诺书 大家也有介绍嘛 然后它的一块别名叫做豆腐霜 然后它的质地感觉真的就 好像是在摸豆腐一样 好 那下一步就是 擦防晒霜了 还是用的懒扣的这款 SBF50年华发霜 自己非常齐心 然后盖一样 然后还是上妆之前呢 我会擦一些润唇膏 这样子一会儿化妆会比较贴 尤其是我的唇膏 就是之后上妆之后 我的再擦什么颜色的唇膏 那就比较附贴了 好 然后下一步 我现在就开始做脸部大提 首先呢 我还是用 TUFACE的一款 三合一的primer 接下来呢 我会使一款 SBFACE的一款 就是两个大提 然后它的四号呢 是01 然后我会使用 还是会血润呼吸的这款CC霜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发现我的粉铺为什么是雪花秀的 是因为之前就是这款CC 呼吸的这款CC霜的粉铺就是这个 这个暗粉 粉铺的实在是就是不是特别好用 所以我呢就用雪花秀的 雪花秀的粉铺还是相当好的 好厉害啊 选择的 这款就扫开 好之后 我会用遮瑕膏 是这款Makeup Forever的Ultra HD 当时我在买这款遮瑕膏的时候 然后那个桂姐还跟我说它就可以有提亮的功效嘛 所以呢 她就教我还在鼻梁的上打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以后妆容化会看起来更厉害 这样子就是以后妆容化会看起来更厉害 好 看起来的 我会用的三份 是这款Makeup Forever的 散粉 好 上完散粉的时候呢 我就准备开始化眼妆 好 今天我用的眼影盘呢 就是Nakey Spray的这款 粉色系的眼影盘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颜色呢 都是这种 就是由浅到深 然后有一些 Bling bling的闪片 还有一些 颜色比较 比较适合日常的一些大地色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款眼影盘 好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化妆 首先呢 我会用 这款最浅的色号 Strange Sorry 作颜不搭底 现在眼皮呢 整个就有一个提亮 然后我会继续用这款 Limit色 是这款浅浅的粉色 再做一个二次打底 好 接下来呢 我会用 它自带的刷子 它自带的刷子也特别的好用 用这款稍微就是头 比较浓密一点的头呢 上一些更深一点的色号 那这个色号叫Buds 就是刚才这款浅浅颜色 色号旁边的这款Buds 我会在眼尾加深 眼头提亮 好 之后呢 我还会用那款Buds 就是用这个 它自己本身带的刷子 另外一头呢 去整体扫我的眼下 我还是喜欢用手去润染一些 边边嚼嚼 好 之后呢 我还是用这款 之前一直用的小号刷子 沾一款深一点的颜色 叫Liar 这款颜色我一直特别喜欢用 Liar 去刷眼的加深 眼下加深 现在就 整体眼妆呢 就相对有一个整体的大底了 然后之后呢 我会用旁边 Buds旁边的这款颜色 Factory Factory 去做一下 模仿眼线式的一款 整体的眼线的大底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会用最后一款颜色 叫Dark Side 它的名字就很明显嘛 就是最深的这款颜色 旁边的一款Dark Side 然后用它呢 去做最后的一次润染 就等于是再加深你整个的眼眶 比如说像我因为是掉眼烧嘛 我就会把我的眼下呢 加得更深 让眼睛放得更大 然后呢 眼头呢 也再加深 好 眼部的整体的大底呢 就基本上都完成了 那现在我想给上面加一几个亮一点的颜色 就这种粉色的金粉 所以我现在想用这款颜色 用手 它叫Dust 就是这款第二款颜色 把它抹在眼中间 然后再用Trick 这款有一点玫瑰金的颜色呢 抹在刚才那款粉色金的粉术上 这样的话你闭上眼睛呢 有一种朦胧的bling bling的感觉 好之后我们就开始上眼线 眼线部分呢 我会选用Kiss Me的这款极细眼线笔 来做一个眼线加深 我会先从眼尾开始往上调 眼头加深 因为我是调演商嘛 所以说我会在眼头加的相对深这样子 眼睛才能看起来更大 好之后我会上睫毛膏 因为是Muji的这款睫毛夹 它小巧轻盈真的非常好够 然后我还是用的欧拉雅的这款天堂精华膏 好下一步呢 我要开始画眉毛 我用的是这款NIX的Microbe Eyebrow 首先用眉笔的后面 把眉心扫一扫 好 基本的形状画出来之后呢 就是用眉刷把它晕开 这样它扫着的自然性 在眉毛的春天来了 就是不知道会已经醒到了脸上 就会长一颗痘 好 眉毛就基本上完成了 下面我们要进行高光 我觉得这款是Lorimo CA的这款高光 它应该是大米丁丁的一款高光盘的吧 然后我会想要带我的梯子去 眉鼓 然后我的额头 因为我的额头是属于比较窄的那种 所以我有时候 扫包包的时候也会带一下 这样就让它看起来更肚更丰满 几分之后 鸟子 老公他就是不交 你说不不 他就是不交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